师父曾经开示 一个人的私心杂念 只有在帮助众生当中磨练 才能在弘法当中净化心灵 用众生之苦 替代小我之苦时 你的心胸就成了广阔的海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因为你在帮助别人时 你的烦恼就像一勺盐 融入大海 微不足道 师父还说 师父讲过佛陀当年弘扬佛法时 遭受磨难的故事 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自己的心胸 融入到众生当中 你才能得到锻炼和得到成长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释迦摩尼佛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恩师 感恩师父 把我们要供奉的佛菩萨都安排好好的 佛台增加两尊佛像更加庄严 那天打印释迦摩尼佛像和师父法像 一天菩萨都加持 迫不及待就供上佛台 慈悲的师父一直助能量 家里多了两尊佛菩萨 整个气场特别庄严又安静 每天看到家里供奉佛菩萨 心里起恭敬心 默默地赞叹师父 安排得真的很好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师父慈悲 诸佛菩萨慈悲 弟子有佛菩萨的佛光普照下 每天会好好修心修行 自度度人 跟着师父回到天上的家 师父说 在天上每位菩萨都是我们的亲人 非常感恩师父 诚愿就众生会命领进佛门 弟子很珍惜末法时期 乘上观世音菩萨法传 能够永远和师父 和诸佛菩萨在一起 感恩一切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于去年11月就供上了佛陀 感恩拿摩释迦牟尼佛慈悲加持 帮助我抵挡了很多的负能量 每日上早晚乡都能感觉到 佛菩萨的大加持 即使是寒冷的冬天 也感觉身上发热 听身边的又供佛陀的师兄分享 他们的境界也有很大的进步 真的好开心 最近去师兄家住院增加供奉佛陀 感觉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真的太乏喜了 我们只做一点点 佛菩萨却给了我们这么多 请还在迟疑的师兄 也赶快供上佛陀 真的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只有自己去做了 才能感悟得到 我们一定要尊师重道 一脚凤行 团结一致 弘扬佛法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给师兄们问好 在我刚刚结缘到 南摩释迦摩尼佛像后 找到即日供奉到 佛台上的一两天后 我梦到 感觉我的佛台被人移动到别处 我急了 心想佛台的地方 是我精心布置和挑选的地方啊 我得去看看佛台是否在原处 我打开格帘 惊喜地看见 南摩释迦摩尼佛 伟岸 庄严 全身白亮地站在原处 非常清楚真切 我开心和放心地把格帘和上 离开 后来想 没看看其他菩萨是否都在 但是随即 脑海中有个答案是 不用再去看 观世音菩萨 及其他几位菩萨 当然在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分享供奉佛陀宝像后 亲身经历的事情 感恩观世音菩萨 自从供奉心灵法门菩萨后 我许愿给家人念经 放声 念姐姐咒 小房子 发喜的是 居然不信佛的先生 每天早上自然给菩萨上香请安后 才去上班 供心灵法门佛台后 家里的先生和女儿不再大闹了 无明火也少了 家里气场也平静好多了 感恩拿摩释迦牟尼佛 给我这个机会 换新的佛台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克萨 让我心想事成 改变了我的家 感恩给我 摄佛台的师兄们 给我的鼓励和力量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自卑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沙米经常到法堂 去请师禅师 他说 师父 我常常打坐 时时地念经 早起早睡 心无杂念 我自寸 在您坐下 没有一个人 能够比我更用功了 为什么我就是 无法开悟呢 禅师拿出了一个葫芦 一把粗盐 交给沙米说 你去将葫芦 装满水吧 你再把盐料倒进去 使它融化 你就会开悟了 这个沙米接过葫芦 尊师照办 没过多久 跑回来说 师父 葫芦口太小 我把盐块 装进去 它不化 生进筷子 它又搅不动 我还是 无法开悟 禅师拿起葫芦 倒掉一点水 摇了几下 盐块就融化了 禅师慈祥地说 一天到晚用功 不留一些平常心 就如同装满水的葫芦 摇不动 也搅不得 如何化言 又如何开悟 这个沙米说 那师父 难道不用功 就可以开悟吗 修行如弹琴啊 孩子 弦太紧会断 弦太松 弹不出声音 中到平常心 才是悟道之本啊 人世间 不是一昧地去 执着就能进步的孩子 读死书也不活用 也不能获益 留一点空间 给自己转转生 余一些时间 给自己好好的思考 在人世间 要不急不缓 不紧不松 那就是路道之门啊 我们很多学佛人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不肯低头 直来直去 硬撑强坐 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 到最后伤害了别人 也断送了自己 台长经常跟人家说 你给别人留一条路 你自己就会拥有一个后退之门啊 所以不要顶住别人 把别人逼到墙角 最后你是无路可退啊 我们不能把低头 看作是一种耻辱和退缩 记住了 事实的低头 就是人生富有弹性和包容 低头的避让 是为了更坚定的前进 想想中华传统文化 越王勾建 卧心尝胆 韩信受胯下之炉 所以中华传统很多典故 充分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低头智慧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无限慈悲无限爱 慈悲众生无灾害 显出本性有真爱 慈悲一生无祸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